那覺悟一斤多少錢? 你要智慧,智慧一兩多少錢? 好像這裡頭就有問題啦 覺悟也好,智慧也好 好像不能認金襯娘 也不能給予價格來衡娘 可是這個世間也有缺,非價格不可 我們到這裡來辦活動 不要錢嘛,人家蓋起來 要不要成本,佔有這邊土地,要不要錢 你來借用一天而已,為什麼要錢? 你不給行嗎?他給你用嗎? 這都是擺在你眼前的,對不對? 飯是大地長出來的,為什麼吃飯要錢? 對吧?是這樣嗎?各位想想看 你一定要去透過後面那一層 去了解它的真實意義 能不能了解後面那一層是一回事 但是當你具備了像後面那一層去探索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靈性 答案你不一定有 你這輩子要有答案並不容易 那麼容易了解那就不要摸索了,對不對? 我一問你就給我答案,那答案不值錢 跟你講也沒用 比如我要跟你講,生命跟身體是二,不是一 答案已經給你了,有什麼用? 你懂嗎?我講你當然懂了 事實上你根本不懂嘛,生命是什麼?身體是什麼? 不要說生命不了解,你對身體都不了解 你說我怎麼不了解,我有眼睛鼻子嘴巴 我怎麼不知道我有身體,當然知道啊 洗澡都抓著身體在抓的時候 不知道我有身體 那個是身體嗎?不是,那是一塊肉 身體跟生命是二,不是一,是一個問題 身體跟生命是一,不是二,又是一個問題 我在講什麼你聽懂嗎? 到底是一還是二?